今天來做 你剛才看他們兩個在做 有沒有什麼 叫不妥 他們兩個都算是會煮菜 其實有趣的是 有趣 注意 有趣 應該怎麼講 放進去的東西都對 可是程序都稍微有一點點展示 順序錯 你覺得最大的錯是什麼呢 哪個順序不應該 那邊的海鮮時間放錯 那邊 太快了 太快 對 那瞧瞧這邊的話時間太趕 沒有邊香邊出來 像蝦殼的部分 我覺得你的順序乍看沒怎麼錯 可是我覺得好像香味 像包包番茄醬 可是真的很膽 對啊 有壓力 對啊 煮意大利麵 一定要放鹽巴在水裡面 因為你沒有放 它的味道是進不去的 香氣一定要讓它出來 出來之後把湯來揉 多一點沒關係 然後再揉它 這個花是很厚 所以你要騙薄 我要騙薄 有 我有 對 因為你 還有韓語 直接把它切成麻醬狀 真的 你越薄 它待會熟成的時間就越短 今天的義大利麵條比較細 對 所以你看 我平常會先下面去煮 今天我不急 有 你們每次都放這種陷阱 以前麵條超難煮的 所以我這次進來就 對 當然 在麵上是這樣 可是麵煮好之後 不是還要下鍋子再翻炒嗎 那所以它煮麵的時間 需要再減少一點 對 沒錯 所以一般義大利麵是煮七分鐘 那我們要翻炒的話 是只要六分 如果要看你翻炒的成分 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你今天的時間比較短 你可能時間可以拉長一點點 對 是這個意思 直接放進去 這是一種 它很成熟 打碎 打碎就怪了 那如果醬的時候 番茄醬它的作用是什麼 番茄醬是帶它的甜度 番茄是酸度 那這道菜酸甜度一定要有 我開始了 來 請用 很好 然後我們現在在旁麵放進去 好紅喔 現在才放麵 對 我剛剛煮到一半 就發現它其實已經很 就是沒有時間沒到就很軟了 被它騙了 番茄醬放進來 達明做得很好 我是亂弄的 對 我是憑感覺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放 就直接這樣做 你現在這樣的話 它整個顏色就會鮮豔 對 多炒一點 番茄醬真的要炒過了 香味 顏色都漂亮 對 炒過了一點 然後再來我們把這個 剛剛打的番茄 番茄 蝦湯把它倒進去 因為你多年 補意大利麵的經驗 像木瓜牛奶一樣 對啊 好想喝 它現在還是有點硬有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的湯汁這邊多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來這邊 你知道它嘗試先煮味它 是糖跟糖 番茄會均勻 是因為 番茄醬是鹹的 剛剛我們醬汁是鹹的 蝦也是鹹的 那唯一的甜度就是你自己加糖 他們現在到現在還沒有放海鮮 對啊 最後誰要放 海藻 它很會熟 海藻 我們現在一定要讓它收汁 昆布在哪裡 妳要去海藻 海藻在哪裡 不是 因為 這是一種生活情趣 不是 海藻在哪裡 是不是 通常他們在家裡的話 講完昆布 然後海藻 你快就接吻了 生活情趣 這是一種暗號情